欢迎你收听今天的范围节影响事件 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要来跟这一位 谈谈他人生很悲惨但是很励志的故事 那所谓的很悲惨不是你的悲惨 不你想到那边 他的悲惨其实只是他这个很年轻的时候 30岁不到的时候呢 从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工作当中的被fire 就是被失业了 但是这件事情造成他人生很大的一个困境 可是励志的部分就是他 从他的这个困境当中走出来 竟然把他的故事写成了一本书 叫做感谢失业让我成为更好的人 我们来今天来专访这本书的作者 他叫木木木木木好 嗨大哥你好各位听众好 她是个女生 是 那时候失业的时候你几岁 29 29在家什么公司 在家软体业 然后我是做数位行销的 做数位行销 你会做数位行销吗 我就是念这个出身的 哦 对 你念这个出身的 我是广告系毕业 你是广告 哎呦小学妹了 对 对 学长好 对对对对 所以你当时进公司interview的时候 公司老板一定对你还蛮赏识的嘛 对其实我在面试的时候也是做了很多额外的功课给老板 比如说 比如说 其实我觉得他本来好像没有要录用我 但是我就做了一个市场上的APP 就是APP的分析报告 然后给他看 他后来才就是决定录取我 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后来在公司的通讯软体就是slake 然后我去搜寻我自己的名字 然后看到就是有些频道在很久以前有同事的讨论说 哎那要录取候选人A还是要录取我 他们就是在讨论这样 A跟B两个对不对 你是B咖 他是LA咖跟B咖 但最后公司就是有录取我这样子 原因就是因为你写了一个额外写了一个东西 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子 你觉得是这样对不对 你说这时候你就说其实还加上颜值 这个因为我不知道候选人A是不是也很不错 我不知道 你后来没有打清楚候选人A的状态 进了公司你干了什么事 我一开始是做小编 因为我们粉丝团蛮大的 然后我做的事情就是那时候我是要想办法po文章 就是我们网站上的文章 其实就像内容都想这样 转发到脸书上 然后你要想尽办法的博焰球 得到最多的流量进到网站上 这样我们网站上的广告就可以曝光就可以赚钱 这是我最主要的工作 所以那时候被定KPI吗 我这个是也蛮特别的 是因为我当时去的是一家新创公司 所以他们不太会做目标管理 是没有KPI的 所以没有KPI概念 没有KPI概念 但是当时我就是觉得这个数字越高越好 懂了 你一定很讨人厌 如果是这样你一定很讨人厌 因为你旁边的人因为没有KPI 所以你一定做过别人 做过别人 你一定做的超过别人 那个时候小编只有我一个人 但是你的工作本身被看到 好 木木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变成小主管了 对不对 对对对 你管多少人 大概加起来应该有十个吧 十个你进公司多久变成小主管 大概一年半 一年半你就变成小主管 薪水深了多少呢 一百 加起来大概有快两倍 一百七十趴 一百七十趴 对 这样子的钱 对 一个新人 第几份工作 第几份算是第三份 第三份工作 政大毕业 精通英文 这是 你履历上一定这样写 对了对了对了 对不对 对曾经精通英文 曾经是吧 对对 OK好 所以在公司会把你变成一个小主管 新创公司 他就会觉得说你一定是表现很好 你心里面也会觉得你自己充满了 这个人生的这个未来的希望 对 我觉得我刚升上主管那段时间 我觉得去上班的感觉都是一个轻飘飘的 OK飞的 走路是飞的 对 我觉得我在办公室有在发光 有在发光 对 但是这样的状态其实没有持续很久 因为升上主管之后 要面对的就不是那些数字 当然 不是粉丝数 是要面对人心 对 对 你十个人当中男的多女的多 女的多 因为我们是marketing嘛 那更可怕 对 然后我觉得因为我 其实我进去这间公司的时候 公司很小 大概才二十个人 结果你一年半以后你管十个人 那公司那时候有多少人 那个时候大概有可能四十到五十个 新创公司就这样快速的膨胀 特别是网路 对不对 对 网路这些和这个公司 他大量的用这些 同事跟同事之间 其实并没有所谓的革命情感 也没有透过时间的关系相处 也彼此之间很多事情都是刚刚开始认识 就要进入到很强烈的工作模式 这样做 不过我觉得新创有一个特色是因为 呃 大家都是在一个很混沌的地方打听 所以其实每个人都很努力 然后我觉得革命情感 刚好这家公司的氛围是好的 然后我觉得也是有的 是你觉得好的 我觉得我对啊 我觉得真的是不错 所以那个时候你的你认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主管 我是一个跟大家都很好的 你认为对不对 我认为 你认为 对 好吧 你跟你同事之间 你透过什么方法知道你认为你跟你同事之间是好的 你用什么去判断 我觉得我跟每个人都有话题可以聊 你也有跟他有话题跟你聊 对 所以你生日之后大家帮你过日过生日 有蛋上有好几个蛋糕 有大家帮你唱生日快乐歌 同事有一几聚餐 对不对 有一期聚餐 有一期聚餐 对 大家都觉得蛮开心的 对蛮开心的 那你跟你的主管你上面有几层 你要报告的人有几层 一开始好像只有一层 我直接对到执行账 你做主管的时候 已经十个人部门了嘛 你管十个人了 公司40个人 公司有25%人被你管的 对 你刚刚只有一层了 对对对 所以那一层的老板就是interview的人吗 算是吧 就是金创就是很混乱 像你现在要问我这个科层组织 我才是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定义 不知道怎么定义 因为大家都是一直在流动中 一直在变异中 组织一直在改变 一直在调整中 因为新装公司就需要这样的活力 对啊 对不对 对 他不可能说来我们公司都没有制度 我们公司太有制度了 每天都有一个制度 对对对对 对对对 真的是朝令夕改 真的朝令夕改 而且你要有很大的弹性 对不对 对对 而且因为你走路有风 所以你一定觉得你自己弹性十足 对 那个时候算是 是不是 对 而且你面对公司的挑战 你都是觉得我可以升任 一开始升上去的时候是这样想的 是这样想吗 对 好我们休息一下 到底发生什么事 木木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 他写了一本书叫感谢失业 让我成为更好的人 他在失业之前 他认为他超级厉害 走路有风 可就突然之间 他主管有一天 就跟他讲了一句话 什么话呢 我们待会跟你讲 让木木哭了一个礼拜 好不好 到底跟他讲了什么话呢 好来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你回到范瑞杰意想事件 我不知道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被失业过 被fire过 不管是事业感情或人生等等的东西上被fire 当然在职场上被fire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自己明明做得很努力 自己真的很认真 自己为了公司付出了这么多的代价 没想到有一天早上 你的老板就跟你讲了一句非常绝情的话 这是我们今天特别来宾 他写了一本书叫 感谢事业让我成为更好的人的作者 他叫王木木 木木应该不会是你的本名 对 不是 笔名 他是从我的本名衍生出来的 木字旁 因为我本名有一个王木木 就跟沈玉玲的玲是一样的 那每次打电话去餐厅定位的时候 他会有的餐厅留本名 那我就要跟他解释说 这个玲是哪一个玲 我不想要每次都说是沈玉玲的玲 或是我每次都要跟他讲说 是王木木这个玲 你有一个玲 对 你讲说王木木 对 所以我就把王木木这个东西 拆开来 对 变成笔名 笔名 懂了懂了 因为你不想我是沈玉玲的玲 对 对 可是你想不出别的玲 大家会懂那个玲 琳琅满目的玲 也不是一个很通俗的成语 他叫王木 各位懂了吗 他是玲姐 别说姐 别说姐 好来来来 妹妹 王木木在他29岁的时候身为一家公司 新创公司10个人的这个部门的主管 他认真工作 跟同事相处的相当荣家 早上突然一天老板跟你讲了什么话 其实不是早上 早上没关系 不重要 不重要 但是因为印象太深刻 是下午三点的一个会议 三点的会议 我刚刚有说我对的是我是直接对执行长嘛 然后那一次的会议就是因为公司的公关其实那时候还没有做得很起来 没有公关部门这个东西所以公关的东西也是我们形象要做的 那我们跟执行长就约了一个可能讨论媒体什么什么的案子 我忘记了 然后就约了一个这样子的下午三点的会议 那我后来进去这个会议室之后呢 老板就因为本来要谈什么媒体 他说我今天没有跟你谈这个东西 我要来谈你最近工作的表现 你一定觉得老板要包养你 包奖你 要给你升官给你升职之类的对不对 其实我当时是有一些不好的预感 哦你有不好预感 对因为我刚刚有说嘛 就是在上一段有说我升上主管之后 我觉得有一段时间我是觉得走路轻飘飘的 在一方是有光 但是因为管理是要忍心 然后我觉得我没有做的 就是这个光很快的就不见了 我觉得取而代之的是被压力压住 然后觉得我的光就越来越暗淡 然后上班变得压力很大 哦是吗 就觉得怎么好像都没有办法 这样讲的有点怪 超弄人心吗 也不能这么说 就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在管人的部分 好像没有处理的很好 所以有一段时间我是觉得 真的有一种压抑绑手绑脚的感觉 失落 对 然后就约了这场会议 那你心里应该有不祥的预感 对有不祥的预感 他就开始讲说 你最近在工作上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讲说你有些问题 然后他也说 我很不喜欢你这样的表现 他这样讲 对 但是他最后还是讲了 他也有讲说我在这个工作中 有哪些东西做的好 那他有 我觉得他讲了一句话 非常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你很努力 你很认真 但就请你做到明天 对 这样五雷轰 轰顶一样 因为其实 我虽然有不祥的预感 可是我没有想到会是 请我离开 有可能 应该是说照理说应该是说 你会被老板数落一顿 或给你做一些严重的检讨 然后什么巴拉巴拉巴 那我希望你加 加长改善 然后过什么 或者把你调职位 或者把你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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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是做到明天 对 对 就全部做到明天 然后 他就想说好 那我们今天谈完了 等一下行政部门的同事会拿文件来给你签 那就就这样 然后今天你就把你东西收一收明天 明天早上你还是进公司 但是我们就是来做最后的流程 哇那你今天晚上回家 你一个人住吗 我那时候已经结婚了 然后跟我先生一起住 你已经结婚了 对 我那时候我其实蛮早婚的 我说你已经结婚了 那当然是跟先生一起住嘛 对 你回家以后第一个告诉谁 我在出了会议室之后 我是先打给我老公 打给他了 对我先打给他 你打的时候哭了 我在会议室里面就哭了呢 你在会议室就哭了 老板出去之后我就暴哭了 老板出去之后你就暴哭了 你还是忍住眼泪在他面前 对我不想在他面前示弱 忍住最后一刻 最后一刻 还出去你就暴哭 会议室是你一个人 对我觉得他应该 各位你可以想到那个画面吗 一个新创公司的会议室里面 下午四点钟 对不对 黄昏时刻 像接近黄昏了 一个女生坐在那个地方 孤单的身影 肩膀不停的抽动着 对不对 我讲到情容识没错 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那你出来说打电话给老公 你说什么 老公 就我被老板值钱了 然后 我觉得我老公人也蛮好 他说 怎么这样子 老板人也太坏了吧 他这样讲 对他这样讲 很好 各位 老公这时候就要站在老婆这边 他就说 你看看你 我就说嘛 你这边看看 现在有的人是这样 对不对 怪怪怪怪些 对 那时候他如果讲的话 如果伤到你 那就很惨了 对啊 就变成像落井下石这样 但还好他那时候 我觉得他有接触 我的情绪 没关系 老婆我养你 谁怕死 我老婆这么有成就 你一定会找到更好的工作的 对 也没有 也没有 我觉得他听我讲比较多 OK 听我哭啦 听我哭 你这时候当然要很多的出发嘛 对啊 对 那当 办公室同事有看到你的情绪变化吗 有 就是这个会议结束之后 老板出去了嘛 然后我觉得老板他也知道 我可能会情绪崩溃 崩溃 对 所以他就后面也没有 就后面 他就留我自己一个人在会议室 然后那个 后来那个行政同事 他过一段时间才进来 那我前面有讲到说 因为我真的是在办公室里面 跟 我自己觉得 跟大家感情都还不错 懂 所以就陆陆续续 一直有人进来安慰我 这样 还有有人进来安慰你 有有有 大家都知道了嘛 对 大家都 就是 对 就是有些 大家都知道嘛 哪有人说 安慰来 你在办公室人家叫你什么 王木木 没有 叫你 就叫我本名 就叫你本名 对 好不好 小玲 好像小玲 举例说明了 小玲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因为是这样嘛 不知道嘛 一进来说 小玲 真的 你要坚强 嗯 对 我不太确定其他同事 他们到底事前知不知道 但是有一些 有一些角色 有一些角色就是老板身边的比较像是财务部门啊 人资部门那些一定事前都知道的人 他们都有进来安慰我 然后就也真的就像大哥说的 你下一份工作一定会就是找的很好 我觉得你的能力很好什么的 一定OK的没问题 对 然后我就一直哭这样 他们就筹给我卫生纸 下午四点钟不是一个好时间好不好 哈哈 你要早点下班也不是 要在公司再磨到六点钟 这段时间是很难熬的 嗯嗯 对不对 可是老板就选择时间 他就丢下一句话就走了 这事情一定有人 大家一起共同的决定 是 大金交代好了 今天下午就发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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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 然后你们大家都各自好准备这些东西 准备这件事情 就把你给资钱了 嗯 好 事情到底后来怎么发展呢 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你回到范瑞杰的意想世界 上回分享 前情提要 话说王木木在办公室里面被肢解了 啊 然后老板走完 讲完以后就就走了 留他一个人在会议室里面爆哭 啊 财务的跟人事主管都走进来 安慰你 拜拜你 说没关系 下一个男人会更好 下个工程会更好 之类的话大家就讲了之后 好了 那么他打个天空电话给老公回家了 继续哭 对啊 不然我也不知道 当下真的是不知道可以做什么 不知道不该做什么 不知道可以做什么 不知道这个我们可以做什么 我王木木怎么会被资钱 你们家的家境 王木木他家里面的家境是 父母亲都是公务员 所以从小受到很严格的家教训练 对 然后 不可以失败 不不可以失败 不可以失败 我妈妈以前最常在骂我们的时候都会说 你这件事情这样都做不好 你以后出社会就被人家fire 真的被人家fire 你回头来想 今天你当然已经 王木木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部落客 对不对 还有很多人 就讲对 对不对 不然他也自己也出书 他也走出他自己人生很多的体悟了 我要请你讲 请你回头来看看 六年前的王木木木 那是六年前的事 对 那个时候在台北的某一个会议室里面 你走进那个会议室 看到那个在那边爆哭的王木木 王木木抬起头来跟你讲说 我到底做错什么了 我为什么会fire 你告诉我为什么老板要把我给资钱 请问你你会回答他什么 我会跟当时的我说 因为你太在意你自己的工作成绩了 你太在意自己的工作成绩了 对我觉得我的工作到最后当主管 我还是因为我之前在当小编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我之所以被深迁 是我在粉丝业上做了很多努力 还有社群媒体 然后我很努力也去想要导各种流量 就我很喜欢尝试各种方法 尝试做出更好的成绩 对但是我觉得我到了主管之后 我还是抱着一样的心态 就是更重视我个人的成绩 成绩表现而不是团队的 对我的重心应该放在 就是可能激励同事 或者是帮他定目标这类的 但是我还是会更在意 我们团队做了多少的流量进来 可能谈了多少的案子 对所以我会用一些比较 我觉得以现在 写汉老板 写汉主管 应该是有毒的主管会比较 有毒 对有毒 就是什么叫有毒 我可能会 我们只有听过有职有量有多文 没有听过有毒好不好 那个有毒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就是会在办公室散发负能量 你做了什么事 我会就是讲一些同事 哪里做不好 我会跟别人讲 跟不相关的同事讲这些事情 那其实这是蛮不OK 就是主管的职责 不是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 对但是当时我就是觉得 批评你的伙伴 对批评 我觉得对 真的是批评我的伙伴 跟A批评B 对 跟C批评B吧 C是其他部门 然后B是我的伙伴 跟C 比较说我们家里的那个谁谁谁 是怎样怎样 然后 因为毕竟我真的是 蛮常跟同事聊天的 所以我不只是跟C讲 我还跟D跟E跟F 就是 真的很多不相干的人 可能都知道我这边有一些问题 你在报怨吗 对啊我在报怨 对所以这就是我如果再回去跟当时我讲的话 会说这件事情真的做的没有很好 这是你觉得这是致命伤吗 我觉得是也 各位听懂没有 当事人自己该回头来看 这是一个致命伤 你知道在一个公司里面 如果有一个主管 别的部门的 你的主管到别的部门跟其他人在抱怨你的时候 抱怨你怎样怎样怎样的时候 会让你自己在公司里面待的很不舒服 因为别人都会想 你老板说你怎样怎样怎样 你老板说你怎样怎样 所以你有被人家告状你知道吗 一定是啊 一定是 因为后来就是在那个跟老板谈的会议 他也有讲到 就说有同事来跟我讲说 你会就是到处批评 散发别人 其实这样子在老板眼里 就也是破坏团队的士气 是的 你让他变成他很为难 对 对不对 然后大家帮你试作一个 这个眼中钉 就是公敌 就是一个散发毒气的人走来走去 对 原来你是人家口吐莲花 你是 口吐毒瓦斯 毒瓦斯 不过你今天从这样的回头来看 回头来看 其实在 当时 当你要升主管的时候 在管人这件事情上 其实你并没有受过真正的训练 而且我在当小编的时候 我其实严格来说 我是没有主管的 当然 我没有被人带过 所以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带人 你从来也没被人家带过 对 其实我过去的职业 还是真的没有被人带过 被人带过 所以你会是这样 对 木木在之前他曾经担任过一家独立音乐公司的这个这个里面的这个小计划 不是独立是演唱会制作公司 演唱会制作公司 对 那因为公司只有他一个人会说英文 所以来了一个外国团体他就要从早做到晚 对 我除了要做演唱会可能搬椅子啊搬便当 一般不会讲英文的要做的事你要做 对 然后呢会讲英文的事你还要接着去做 对 你要做一个人做两份工作 对 对 所以变成我的公司比别人还要长 我们那个工作是早上11点就要到小巨蛋 然后我们演唱会结束收拾完就已经晚上11点了 然后我凌晨3点我还要去饭店送鸡 因为他们是那个外国团队就很多乐手 很多60中的飞机7年的飞机 然后又加上他们是我们台湾是巡回最后一站 那乐手来自各个不同国家 所以他们的班次会从凌晨3点一直到下午3点 然后我就要在那个饭店一直送一直送一直送 就因为只有我会讲英文就能者多劳 对能者多劳这件事情在某一些公司里面会被老板看了 觉得很棒把你提起来 有的公司老板觉得说那是你的事 对不对 你会做就去做对不对 好那但是这件事情也会让你促持了 他这件事也促使了木木离开了你家公司 对不对 对 像他新创公司 好从这之后 木木就开始做他的另外一个人生开始了 我们很好奇这人生 他怎么走到今天过来的日子 待会见 好一个被fire的木木回到家里面就开始爆哭 哭了多久 哭了应该一整个星期吧 一整个星期 擦干眼泪之后你做了什么事 你说失业这段时间 接下来你做了什么事 我被之前之后的两个星期后我就人在韩国了 就是我被之前那一个星期就边哭边查机票 然后边找诉讼 你要干嘛 我去韩国待了一个月 你去赞星吗 不是不是我去念当地的语言补习班 还不是语言学校 是语言补习班 念韩文吗 念韩文 为什么 因为我本身对韩国文化有点兴趣 不是追星喔 不是追星 没关系追星无所谓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看得懂韩文的话 我应该在当地生活会比较容易一点 至少菜单可以看得懂 OK 对所以我就对韩文有点兴趣 那刚刚有这个机会 我就想说 对有这么长一段时间可以不用工作 没有 我就抛家抛下我的家庭 家庭那时候小孩吗 还没 OK 所以就飞到韩国去 然后就边找住宿 而且只能找那种住一个月短期的公寓 懂懂懂 对边哭边惨 边哭边惨 对 那是你本来就想去的吗 没有 没有 是因为刚好 好碰到这事情 对 我就觉得应该赶快换一个环境 后来默默又开始做一些什么事情 回来以后你做 变成一个韩文怎么 这个因为这样的关系 改变你生命吗 没有啊 完全没有 我现在韩文也忘了差不多了 OK 那是当时的一个想法 对 可是我觉得因为有这段经历 整个换环境 然后你的注意力会放在别的地方 就比较不会那么focus在 你可以再去找工作 以你在这个新创产业里面的 如果说以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 而且自媒体 这个网络行销 这是最夯的行业啊 但不过因为那一段时间 就我对于行销这件事情 非常的倦怠 又加上如果我一直看人力银行 我会一直想起 我之前被资钱 我能力不好 我不知道怎么样说服面试官录用我 我那时候对自己很没有自信 懂了 所以我就反正刚好失业捕出可以力 后来木木又去这个自己创业做甜点 做甜点是在更早的事情 做更早的事情 对更早的事情 对 是在被file之前的事情 对对对 你曾经做甜 做了多久 做了大概两年半吧 你失败了 也不能说失败 就是我自己个人没有意愿 想要再继续做下去 OK好 那今天你做了什么事 后来我回来台湾之后 就觉得反正之前 我背之前 我觉得我必须要去试试看说 这段经验我要怎么样跟面试官讲 我要怎么样才能让人家知道 应该也不这么说 你不用跟他讲 你就说这家公司我觉得我待不下去了 我就离开了 这样子 那新庄公司制度跟所有的东西都不适合我的 我就另谋其他的工作了 这样就好了 为什么要讲呢 我觉得一方面也是对自己没有自信 然后 我觉得当时可能抱着一种心态是 我是被资钱的 听起来好像很可怜 就欺负吗 对不对 就像感觉上是这样 被 欺负 被抛弃的女人叫 被抛弃 对 对我觉得有一种那种感觉 有感觉 对我好可怜哦 你赶快录用我吧 对啊 心态上 对 但是我后来有比较转变心态是说 因为我觉得毕竟 如果你录取的一间公司 你到后来才被人家知道说 你前一份工作是被资钱的 所以 现在有觉得没什么大不了吗 过这么久都会觉得没什么 但是当下会觉得如果我我进去一间公司之后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我是被资钱然后后来才知道会不会就比较不信任我 会觉得你在面试的时候没有诚实 你想太多了 你想太多了 真的吗 当然拿了时间去管这么人 对不对 又不是说你坐过牢 你有前科 还有个女人是觉得我离婚 我不离婚 我离婚因为觉得我是个离婚的女人 有没有这种心态 这段时间你老公怎么对待你 就他因为他那时候还是在上班 所以就也只是下班回家 糟糕他好像没有做什么事情 很棒 他不一定要做什么事情 对啊 我觉得重点就是他在我觉得他人在旁边 你知道说当你真的伤心情绪上来的时候有个人可以听你讲 然后有个人可以接住你 我觉得这样就是一个 他有接住你吗 对有有有 他有接住你 对 你爸你妈呢 那个讲你说会这个都做不好会被人家fire的妈呢 他们都不知道我被资钱 他们都不知道 一直到你出书他们才知道对不对 当时被资钱的时候我是讲说 哦我这个我觉得这家心酸公司好像有点不稳啊 看吧 就这样讲就好了吧 不就这样吗 对然后后来因为我就开始写部落格 然后到了一直要到了出书的时候 因为书上就已经写说感谢失业 啊我要跟我爸妈讲说我要出书了 我要讲书名 我才不得不让他们知道说 哦我之前那份工作是被资钱的 他们怎么反应 哎他们就 我觉得他们其实应该早就知道了 哦他们早就知道 他们给我的感觉是一点都不惊讶 然后一点都 平静的样子 对就哦哦好好好知道了知道了 我猜他们应该之前有在猜测说怎么会 你老公跟他们讲了啦 你有没有兄弟姐妹 呃我有一个姐姐 他知不知道 知道很早就知道 那就他就跟他讲的嘛 哦这个我就无从查证 不用了我不用我就跟你讲不是你老公跟你姐 好反正他们就是 你老公跟你姐还互相之间有联络 嗯 嗯 他们俩还想哎怎么办 那个小玲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呢 然后你敢问他 呃叫巴拉巴拉巴拉巴 对不对 妈 你知道小玲被fire了 这样子对事情 爸 什么都这样吗 不知道 你不知道吗 因为你爱面子 哎 你不想在妈面前 露出你这一段 我觉得也是跟我过去的教育 妈妈比较 嗯 虎妈一点吧 就觉得人生不能有 十百年的履历 像绝对不可以有 不可以有任何的污点 污点 嗯 你现在想起来几岁了 三岁 你要不要这样教他 不行啊 不行吧 不要吧 不要 我觉得我应该要担任是他 如果被值钱的 我觉得他 我要做一个他愿意开口告诉我这件事的人 是不是 对 你要接住他 对 你要跟他讲 不管你发生什么事情 妈妈都是你的靠山 真的 对不对 对 像我之前就不敢跟我爸妈说 不敢嘛 怕会被骂 对 可是你敢跟你老公说 还好你老公接住你了 有有有 你姐姐有接住你吗 有有有 够了 可以了 但这两个把你所有的资讯都传达可以 他们有些群组 叫做小林被知浅 小林被知浅的这个赖群组 不让你参加 对不对 啊 今天怎么样了 对不对 父母亲会不关心你才怪 他们只是在旁边演不出那个戏来而已 他们说 啊 真的啊 对不对 不会嘛 对 你现在讲行为模式都应该是这样嘛 对不对 对对 是不是这样 好 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你回到发生节意想世界 今天和王木木 木木呢 在聊到他这一段人生的经验当中 虽然他 这个事情在一般人眼中也不是什么大不了 天大不了的事情 可是对他来讲这人生 他可以把它写成一本书 洋洋撒撒好多字 而且他也告诉他怎么样 在那个过程当中所发生的事情 表示这是他的一个心理疗愈的过程 后来你开始写布洛克 对 你一直写到今天 对到现在还在写 这个工作到底给你什么样的安定跟成就感 没有安定啊 没有安定吗 不安定 不安定 但是我觉得 但你一直在做啊 对 因为我觉得在书写的过程中 我蛮享受这个过程的是因为 其实我们脑袋中有很多混乱的思绪 我可能想法会这边冒一个那边冒一个 但是我透过写的过程 我就等于是在整理我脑中的想法 那有时候 我觉得这个过程是蛮疗愈的 对 虽然有时候挤不出灵感的时候会觉得蛮痛苦 可是当我真的挤出来写了一些东西 然后分享给我的读者的时候 先不说我的读者有没有给我一些回馈 有没有觉得我帮助到他 但我觉得这个过程是让我觉得很舒服 很想要再继续往下做的 即使说还没有办法就是有什么成就感 有什么成就 对 他应该有什么成就呢 你说他应该要有 你自己的KPI定在哪里呢 我觉得至少要能养活一个家庭吧 养一个家庭啊 对啊 因为毕竟我有小孩还是要考虑到他未来的学费啊 你觉得一个部落客怎么样的方法可以养活一个家庭 什么呆元可以养活一个家庭 现在这个时代哦 这个时代就你自己在做流量啊 你自己在做过去的这些经验当中 现在用什么方法 什么样的模式可以养活一个家庭 当然不能只能绝对不能只有写 当然 对 那可能要做一些商品 业配 业配是一种嘛 线上课程 我自己有出线上课程 然后演讲 演讲 然后咨询 甚至有的可以做比较长期的 长期的咨询 像是教练课啊 或是陪跑课这种 对 反正就是商 这个商业模式 一般的公司商业模式怎么做 那你身为一个想要养活一个家庭的写作的人 你就要把这些商业模式也考虑进去你的写作的过程中 对 像我线上课程是 我把我过去写的东西 然后整理成一个学员可以使用学习 用听的或是用看的形式 让他们去学习 所以如果我们要上你的课学的话 关键字要打什么 你可以打人生系统思考课 人生系统思考课 人生系统思考课 对 因为我觉得人生这件事情 他是有一个系统 王老师 你是心灵老师吗 人生系统 我不想要往那个方向 但是如果真的要归类 我可能会被放在那边吧 对不对 对 对 这个东西就 你知道现在的抖音上有很多人在那边开课 对啊 对 我想你都会接到很多开课 那开课的人很多人各式各样的 比如说像股市开课 有人交易经 告诉你跟我来 三个月之后你可以独立接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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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来 我教你这个东西 我看过在网络上最有趣的一个东西就是 我是世界股票投资冠军 这20年 过去8年来 我都是8年8成的这个战胜率 我已经获利了这个上亿的钱 我想说那你干嘛来开课 然后你要加群组吗 你要加群组吗 是不是 对 就是诈骗吧 不知道我不能这样讲你家诈骗 但是我说我就不懂了 那所以你可以继续在这个领域当中去做这件事 你老公对你现在状况满不满意 他好像不太清楚我在干嘛 对对对 这件事我觉得很有趣 这位夫妻他老公是一个摄影师 那我刚问了他一些东西的时候 我发现他对他老公的行业不太了解 对对 我们在工作上是互相不关心 没有关系的 没有关系 对啊 不关心然后也没有关系 也没有共同话题聊 我其实我之前有跟他一起 可是我说工作上的话题 我之前有跟他一起合作过一些东西 例如说我刚刚先上课程就是请他帮我拍 OK 可是过程中就是有很多摩擦 一定的吗 对我们可能不太适合当工作的伙伴 明白 因为他的要求 你根本觉得说你跟我要求这个干嘛 对啊 对啊 我要求的东西他也觉得你要求这个干嘛 对不对 两个人在乎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可是如果今天来了一个导演 或来一个专业公司来帮你做 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 对 因为我懂 对 对对 对对 可是老公没有了 你这么开玩笑对不对 对会有点不太信任他 当然了对不对 你知道你知不知道我要什么东西啊干嘛干嘛干嘛 对对 好 没关系现在王沐沐写的一本书叫做感谢失业 让我成为更好的非常励志的一本书 给大家做个参考 谢谢你了 谢谢 希望你 因为他现在住台中我也住台中 我们是那个 那个 很不错 现在是一个假同乡 好吧 对我们现在人在台北 OK 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 下个小时再见了